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网上能买到任何东西 比如电子产品 生活用品 服饰 食物 甚至可以买宠物 网上购物能节约很多时间 也能让我们货币三家买到更好更便宜的商品 该你了 网上购物 网上购物就是在网上买东西 我们的电脑可以上网 手机也可以上网 在网上 我们可以工作 学习 聊天 购物 网上购物已经成为我们新的生活方式 在网上能买到任何东西 比如电子产品 生活用品 服饰 食物 甚至可以买宠物 网上购物能节约很多时间 也能让我们货币三家 买到更好更便宜的商品 餐具 餐具就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吃西餐时 我们用叉子和刀子 吃中餐时 我们用筷子 除了中国人用筷子以外 日本人和韩国人也用筷子 中国和日本的筷子都是木制的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该你了 餐具 餐具就是用来吃饭的工具 吃西餐时 我们用叉子和刀子 吃中餐时 我们用筷子 除了中国人用筷子以外 日本人和韩国人 也用筷子 中国和日本的筷子都是木制的 只是日本筷子的头是尖尖的 中国筷子的头是圆圆的 韩国筷子是金属的 有点重 看书 人们通过书来学习 通过书 我们可以知道别人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 2021年世界阅读排行榜中 以色列排名第一 平均每人每年读64本书 俄罗斯每人每年读50本书 德国每人每年读47本书 日本每人每年读45本书 你一年读几本书呢 该你了 看书 人们通过书来学习 通过书 我们可以知道别人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 2021年世界阅读排行榜中 以色列排名第一 平均每人每年读64本书 平均每人每年读64本书 俄罗斯每人每年读50本书 德国每人每年读47本书 日本每人每年读45本书 你一年读几本书呢 水 成年人的身体里含有70%的水分 每个人每天应该喝八杯水 人类可以一周不进食 但是不能三天不喝水 水帮助身体血液循环 保持星辰代谢 干净的水能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 该你了 水 成年人的身体里含有70%的水分 每个人每天应该喝八杯水 人类可以一周不进食 但是不能三天不喝水 水帮助身体血液循环 保持星辰代谢 干净的水能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有 自行车 汽车 火车 地铁 飞机 等等 在我们出行时 尽量选择大众交通 比如 地铁和公共汽车 大众交通比较环保 而且不堵车 如果每个人都开车出行的话 那么空气污染会越来越严重 道路也会越来越拥挤 为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 希望大家多乘坐大众交通 该你了 交通工具 在我们出行时 尽量选择大众交通 比如 地铁和公共汽车 大众交通比较环保 而且不堵车 如果 如果每个人都开车出行的话 那么 空气污染会越来越严重 道路也会越来越拥挤 为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 希望大家多乘坐大众交通 热量 一个成年人 一天需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 一杯牛奶有54卡路里 一碗米饭有300卡路里 100克猪肉有143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20卡路里 100毫升可乐有43卡路里 一块蛋糕有320卡路里 热量高的食物容易发胖 我们在选择食物时 一定要注意看卡路里 该你了 热量 一个成年人 一天需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 一杯牛奶有54卡路里 一碗米饭有300卡路里 100克猪肉有143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20卡路里 100毫升可乐有43卡路里 一块蛋糕有320卡路里 热量高的食物容易发胖 我们在选择食物时 一定要注意看卡路里 运动 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好的运动习惯 最好每天能运动一个小时左右 运动不但能让人保持身体健康 也能让人心情愉悦 有的人喜欢早上运动 早上的空气新鲜 体能充足 有的人喜欢晚上运动 晚上运动能放松心情 促进睡眠 慢跑 游泳 骑自行车 是有氧运动 有助于减脂 举重 拔河 潜水 是无氧运动 有助于增肌 该你了 运动 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好的运动习惯 最好每天能运动一个小时左右 运动不但能让人保持身体健康 也能让人心情愉悦 有的人喜欢早上运动 早上的空气新鲜 体能充足 有的人喜欢晚上运动 晚上运动能放松心情 促进睡眠 慢跑 游泳 骑自行车 是有氧运动 有助于减脂 举重 拔河 潜水 是无氧运动 有助于增肌 是温暴 全身体能充足